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的6月23号星期四 阿里女员工案正式宣判 还记得吧 她的女员工叫周莉 告她的上司王成文 还有另外一个 他们去那不吃饭的时候 对面那家叫张国 告他们两个 刚开始是告王成文的 后来没办法了 被揭穿了 不得不告张国 这个判决结果 在昨天6月22号出来判决结果 看一看我特别恶心 跟吃着一个苍蝇一样 我跟你说判决结果再次说明 共产党的司法体制真的太邪恶 我刚表扬完 上次表扬一个表扬法兰功 一个表扬中国公安干警 刚表扬完就用来个恶心的 真的太恶心 中国司法体制 我跟你说真的 我就像时候就跟猴皮筋一样 说拉长拉长 说团个圈 团个圈 完完全全就是说 在这他不是按照法律在判 而是在那凑 在那凑一个数 老把空调开开 调个78度 耳热 先说 去年的时候 我们当时说过 去年2021年的9月6号的时候 济南公安 什么淮音区分局 在官微发布通告 说涉事人王成文 不构成犯罪 那么治安拘留了15日 当时我就说 怎么回事 因为周立一闹 这么一告 弄了警方就不得不抓人 因为当时舆论一边倒 中国傻逼多 你知道吗 一来之后都觉得他们强奸轮奸小女孩 不像话 然后阿里巴巴也不管 阿里巴巴就这种体制的 他们就靠女员工去外面赔税来挣钱 反正就说的 你让那时候一团刀 对不对 其实那个事当时我一看 我还记得吗 我就说 我说 他就有点问题 很多地方都他不成立 你知道吧 然后当时说 你就不支持女性运动 我说我支持好女人 如果支持坏女人 就是对好女人的伤害 你懂我意思吗 就是这样子 你包括美国 你看装机当铺打的官司 你看他老婆 你看他前妻 是个玩意儿 活儿八道的来了 什么都跟什么 跟什么呀 对不对 最后连那些女权运动的那些组织 都在跟他切割 知道吗 都在跟他割席 到了这种地步了 就是说他已经对整个女权运动 造成了伤害了 就是他在滥用女权运动 动不动就把这个咪兔 把女权当成一个武器来用 当成一个 他来伤害别人的一个武器 你知道吗 所以 然后当时就把王成文和张成文就抓了 抓了之后 就是有一个问题 王成文已经抓了 抓了之后 抓了可能关了十几天 后来发现王成文 是冤 简直比豆腐还冤 从头到我没啥事 吃饭的时候 也不是他跟周丽在一块腻虎 送到酒店之后 王成文也没有管他 王成文根本就不愿意理他 你知道吗 然后跟王成文搞搞搞搞 后来王成文根本就没弄他 王成文人家走了 而且有录像 而且王成文进去他酒店 他把人叫进去 王成文从头到尾 开着微信的流伤记录 给同事看 让同事看光明磊落 你看着我进去了 他怎么情况 对不对 所以王成文他这个情况 最后完全不能构成犯罪 但是因为已经关了10天了 怎么办 就给搞成叫治安居留15日 因为你平时不关人家10天 你要放人 你要搞赔偿的 警察也不能说我关错了 所以说关了居然居留15日 然后你滚蛋 我没关错人 反正你知道吗 就是警察 然后涉事人张国 则因强制违宪犯罪 被依法批准逮捕 这是去年9月6号的时候的事 对吧 当然我说这么说的话 张国要判了 因为只要一批捕的时候不判的话 不等于就是说检察院和公安搞错了 张国跟周立算是真的发生关系了 你知道吗 所以张国 因为王成文是一点关系都没有 你没法告诉人家 你知道吗 张国不一样 这怎么回事 周立把王成文骗到酒店里去 想要跟王成文发生关系 然后去诬陷王成文强奸 人家王成文就是说管得住自己的裤装 从头到尾没干他 人家走了 知道吗 走了之后 周立还想告他 就想告他上司 不知道跟上司怎么这么大仇 就想陷害他上司 这强奸 我就在想 王成文真的是能够守身如玉 柳夏慧坐怀不乱 知道吗 真的能管得住自己的小弟弟 不然的话 就进去 就当强奸犯就进去了 知道吗 我就想就像周立这种 这种坏女人 这种邪恶的 这种比喻用心的 这种女巫婆 这是害了多少我们的同胞 我们多少的同胞 在里面多少的同胞 都是被这么害进去的 对不对 当然你们自己也是跟着王成文不讲 让王成文就能守身如玉 人能守得住 对不对 然后张国就没守住 王成文走了之后 他王成文买了避充套 然后王成文走了 走了之后 这个女的就没法害王成文 就第二天早上起来 给张国打电话 刚好张国我带哪个决战机 你过来 你过来干我来 然后张国就没忍住 就来干他来了 然后带着避充套 然后之后 周立就跟警方诬陷 说这避充套是王成文的 说王成文抢奠他 最后发现 这个不是王成文的 是张国的 你知道吗 这个事 然后到了昨天 6月22号 济南市 桓远区人民法院 依法对被告人张国 强制猥亵案 一审公开宣判 以强制猥亵罪 判处被告人张国 有期徒刑一年六月 为什么呢 因为从抓到了现在 差不多前前后后 也是一年多了 就快一年了吧 知道吧 那如果判一年呢 马上就去释放 就好像警方呢 等于就跟 就跟吴队当情释放了一样 就跟主要好像 冤枉冤枉冤 冤抓了他一样 所以判了一年半 让你再待几个月再出去 这证明我们警方的执法呢 是这个力度是够的 整个就在给警方呢 找台阶下 知道吗 完完全全是在给警方 这个他就判一年半呢 是因为这警方不愿意赔偿 警方不愿意承认自己错误了 这个中国这个警察就在这 这个舆论只要一说什么 这警方就完完全全被舆论导向 不敢呢 跟舆论逆着来 你知道吗 一旦跟舆论逆着走 就好像这个警方呢 在偏袒的犯战贤人一样 这是巨大的一个问题 而且呢 没有呢保释机制 一旦到了这种问题之后 就不敢呢 不敢上保释走 如果比如说 当时把王成文和这个张国抓了 抓了之后呢 不能够确定的话 让他们交一定的这个抵押金 保释走 人出去 这样呢 到时候要判了无罪了呢 也没有 也没 也没 并没有让你坐牢 没有冤抓你 对不对 不存在赔偿的问题 但由于是没有保释 俩人在里面搁着 一个搁了十天 一个搁了一年 最后呢 我判的就一个就判十五天 一个判一年半 这样来呢 就是说呢 说明了我警察呢 没有抓错人 没有关错人 你知道吗 这纯粹是在给警察的 在这凑数 你知道吗 就是撒体之之邪恶 之肮脏之令人恶心 就在这了 知道吗 纯粹在凑数啊 说什么 法院经审理查明 2021年7月27号 晚张国的参加宴请时 以被害人周立 初次相识 趁周立酒醉之际 在餐厅前台附近 及包厢内 对周立实施猥亵行为 次日七十许 张国到周立 锁住房间内 又对周立实施猥亵行为 问题是这种就不说了 张国怎么去的 周立的酒店 张国都不知道 初次相识 不知道住在哪个房间 不是哪个房间 是周立打电话 告诉人家 我在哪个酒店 哪个房间 而且第二天早上去 你喝酒是昨天喝的 你第二天还没醒 你要醉几天 对不对 你是不愿意醒 叫不醒一个装醉的人 对不对 你把人骗去的 对不对 这法院不管 然后说成被告人张国 违反妇女意志 趁害人醉酒之机 猥亵被害人 行为构成强制猥亵罪 你要头一天晚上也行 第二天那能算吗 对不对 而且现在摆明了周立 让张国戴婢套去 陷害王成文的 对他利用张国 现在王成文 张国也是被他利用的 一个武器 一个工具人 一个工具人而已 对不对 跟那个自卫棒一样 对不对 那你 我看你别抓张国了 你去那个什么 性爱用品商店 买个自卫棒 搁监狱就关一年半得了 什么乱七八糟的 真是 把那盒笔套 搁去关得了 这真的是太让人恶心了 你知道吗 王成文的妻子 李女士和张国的妻子 季女士 现在分别向国安机关的 报案称周立 涉嫌诬告 陷害他们的老公 公安机关也受理了此案 现在要告周立 我觉得周立不坐牢 天理难容 这真的是 我不知道最后能不能告成 如果就算是告不成 最起码也要对他们进行经济赔偿 进行巨额经济赔偿 这不明其妙 这劳索太冤了 张国的妻子 季女士 网上公布了周立的 十大诬陷她老公的罪状 一 酒桌上从来没有人说过张力长得怎么样 张力宣称说 他们说 王成文说了 给张国他们送来一个美女 送一个美女给你们享受一下 帮我们阿里巴巴搞生意 出卖他的色相 去帮阿里巴巴谈生意 马云都快哭了 说阿里巴巴这么大的买卖 合着我们是什么 瑶子 我们是养了一帮妓女 我们不是阿里巴巴做生意挣的钱 我们这都是弄的拉皮条 弄的钱 合着我们 是什么乱一把糟的 然后第二点 他说此次宴席 是周立他自己去订的餐 餐厅是他订的 然后宴请华联的员工 是周立来了之后 他作为主家 主动敬酒 主动喝酒 而且称自己的酒量好 然后诬陷别人 说别人灌他酒 从头到尾都是他在灌别人酒 人家他们一放喝酒 有一个男的 人家的地酒不在 还有个女的都没喝 人家没喝也没人管 对不对 你自己主动好喝 喝高了喝多了 害别人 第三个 说周立在席间主动暧昧 跟他老公张强亲吻 抚摸拉关系 卖弄风情 说第四 周立的主动拉张国去吐酒 劝了这个诬告 说是借我吐了 带我去卫生间帮我清理 第五 说两个人从来没有去任何一个 没有人的包间 所谓包间就是他们自己的包间 并且出去吐酒 到回包间照相 全程只有15分钟 人家酒店也有闭嘱电视 劝了乌称 说带他到了一个没有人的包间 整整的搞了他20分钟 第六个 然后说是周立主动躺在张国怀里 吐酒的时候还亲了张国 一路上也没有无人包间 却乌称是对他进行猥亵 到底谁猥亵谁 然后第七个 酒席当晚周立多次打电话 叫张强的 叫张国去他房间里搞他 张国的都没有去 到了第二天又主动多次打电话 告诉他我的酒店在哪 附近是赶快来 回来受不了了 再不来不行了 然后呢 就对主动勾引的闭口不提 法院的也不管 你发现你问问他怎么知道酒店号码的 怎么知道酒店房间 谁告诉他呢 不都是他自己叫来的吗 对不对 来来来来 快来快来快来 对不对 然后呢 第五说了是周立告诉这个张国酒店房间号 并且呢 还穿着真空内衣啊 说呢 就是说就套了一个小裙子 里面全都是这薄衫小裙 里面什么都没穿 真空的 把张强的请进房间啊 要张强的赶快呢 干完之后呢 拿笔记套的去陷害王生文啊 然后呢 却乌称呢 说是张国对他呢 进行了这个强制猥亵 第九 是周立主动打电话 叫张国呢 过去陪他 并且知道呢 安全套呢 是张强去张国带过去的 却乌称呢 说看到床头一盒 未拆封的安全套 不说从哪来的 第十 说周立明明知道自己呢 勾引了张国 心里有鬼 所以呢 周立从头到尾 都没有呢 告过这个张国 他7月27号报警 根本就没有说张国 7月27号报警 是说的王成文 对他强奸 猥亵 是警方来了之后 调了酒店的录像 发现怎么第二天早上 还有一个男的进来了 然后这个时候呢 张张 这个周立的才发觉坏了 被发现酒店是有录像的 就是这样的说不清楚 到底是跟哪个男的 发生关系的 这个时候呢 他为了原谎 到了8月4号呢 又突然跑到警察局 又报警呢 说诬告 说是张国的这个 强奸塔 猥亵他 所以第一时间 根本就没有张国 他本来就是跟王成文呢 有仇 要害王成文 想害王成文做到的 结果呢 张国呢 就倒霉了 被他自为一个工具人 最后呢 这个 这个被害人 王成文呢 没有做到 最后把工具人呢 害坐牢了 然后呢 说这个周立呢 也不提呢 主动打电话 约张国去酒店 法院呢 也不管 这是怎么回事 对不对 你法院是干什么的 你公安机关是干什么的 太扯淡了 再看啊 王成文的妻子 李女士 也在网上呢 开始呢 列这个 这个就这个事啊 说 说一 7月27号晚10点左右 宴请结社之后 王成文和同事 陈某利送周立回酒店 周某利坐在副驾驶 王成文和周立呢 在这个后座 路上周立借着酒劲 抱着王成文 摸他的胸和下体 周某利都证实 在车上听到王成文说 说心愿你不要这样子 你你干什么 说周立就说呢 对不起 对不起 这个周立 这到底 这是个什么玩意儿啊 这个 简直是的 就是说 不能自己带根棒子 搁在行李箱里吗 一定就满处去找 找嘛 对不对 第二个 然后呢 说周立呢 抢稳王成文 避免他脖子上留下了明显的稳痕 直到五天之后呢 才发现消失 第三个 说王成文呢 在来警察之后 让警察呢 取证 看了呢 周立抢稳脖子上这个稳痕 拍了照 为什么不能作为成长政工 第四个 王成文第二次 进入周立房间之后 帮他盖好了被子 拿了狂犬手 这时候是周立拉住王成文 又亲又摸 造成王成文有了生理反应 然后几分钟之后 周立要求王成文去买避孕套 王成文洗澡 往上下单之后 发现周立已睡着 然后王成文人家走了 就离开房间了 人家没弄他 这王成文说的实在的 真的是我还把持住 稍微把持住 不一点 王成文这一次强奸 就是十年起跳 这王成文这真是好样的小伙子 给你点赞 然后呢 这是这个 王成文的老婆 和这个张国的老婆 一起在状告周立 然后呢 现在2021年 去年12月 王成文自己本人 也以侵害民意罪为由 起诉周立 此外 在提起行政复议被维持后 王成文还对几年市政府 几年市公安局 环英分局提起行政诉讼 两起案件 法院呢 现在均与受理 这应该的 张国也应该告 告这个 呃 几年市这个公安局 还有几年市的这个法院 应该告他们 这太不像话了 不能这么搞 你不能说自己犯了错 为了掩盖自己的错误 让别人去坐牢 来掩盖你的错误 这个就是没有天理了 这真的是 这个 这个 张天害理啊 这个强烈谴责啊 这个中共的这个司法体制 啊 不当然中共也很委屈啊 中共说 妈的这个 这个唐山打人事件的时候 我们做的对啊 你就表扬 表扬的时候呢 你就表扬 只表扬的基层干警 啊 不说中共 等我们这个做错了呢 你不说呢 骂那个 这个地方的这个 这个 呃 法院 你不说骂这个几年市的法院 不骂几年市的公安局 你直接朝我共产党骂 你真的莫名其妙吧 你是你是你发笼字吧 你是法轮功吧 哈哈哈哈 哈哈 那 这说啊 然后还有呢 这个因性侵事件 引咎辞职的同仇 零 同城 零售事业群的总裁 李永 呃 李永和 现在也起诉呢 这个周立 侵犯的民主权 现在因为周立导致这帮人都莫名其妙的 知道吧 是你满臭 拉这个干净 拉那个干净 然后你去告别人抢奸 然后弄成舆论这么大了之后呢 这个整个舆论就就来来之后 能弄到我们这帮人全都被处理了 你知道吗 中国引人运在这儿 就是说 你要分清了是非 事情没有弄清之间都是嫌疑人 你不能够舆论就去伤害别人 舆论就开始杀人了 你知道吗 这些人都受到了巨大的这种 从民意上 从经济上受到的巨大的伤害 所以这些人现在只能告周立 让周立去赔偿 不周立有多少钱 周立怎么赔 对不对 周立当然周立也是满处税 他应该能睡中他把钱来 真的 我才说服了这大姐了 真的是服了他了 到了2022年3月 王晨文的妻子李女士 在微博里发文 说了网民在前期 被周立的小作文的误导 但是现在很多网民 也已经醒悟了 现在事情已经明了了 网民也终于看明白了 怎么回事了 知道吧 说虽然维权之路异常的艰辛 但是我们不会放弃 我们相信社会主义法治中国 法律会给我们一个最好的最公正的结果 但你也是 其实是满肚子都是草尼马带奔跑 但是表面上还要 就不能跟我一样在这骂国产党 对不对 你是法轮功 是不是 有点意思 然后2022年6月6号 阿里女员工被侵害一案 在济南开庭审理 就审张国 后来22号宣判 6号审理的时候 张国的妻子季女士 要求周立出庭 然后遭到了拒绝 说你来出庭 你来说清楚 到底怎么回事 对不对 这张国怎么去的 你要说清楚 但是由于他因为是强制委屈案 是检察官去告他 所以周立可以不出庭 周立也不敢出庭 出庭说不清楚 他不去 躲了 然后王重门自愿要保张国 就觉得好汉都是好汉当 周立是恨我 他想害我 他想就是说诬陷我强奸 害我坐牢的 对不对 你不明就里 虽然你作为一个工具人 为他利用了 你拿着毕竟套 睡了之后 你们用了之后 拿一毕竟套 说是我的 把我害了 但是我老爷们 我不能害你 对不对 而且你不是成亲要害我 周立也没跟你说 要拿你的一起来 骗他害我强奸 对不对 所以是因为在害我路上 利用了你 那么王成文跟法庭 就是说提醒 说我愿意到庭 说明情况 与张国无关 从而到来都是我跟周立的 个人恩怨 而且周立刚开始 也没有告张国 是后来警察 翻壁楼电视 发现张国 去他酒店里 跟他发生关系了 这才去 他又去诬告张国 对不对 王成文要去 但你猜怎么让 法院竟然不同意 法院拒绝王成文出庭 这法院要脸 对不对 法院知道王成文 如果去的的话 法院就没法判张国有罪了 不判张国有罪 张国关了一年 怎么算 这是怎么算 孟成需要关系人一年 最后无罪 但他们释放 那张国就要开始告法院 告警察了 对不对 所以反正说你别来 你来了我们就输了 你不能来 你来了 这个法院说了 检察院说了 说王成文这个证人 对检察官不利 不让王成文去 然后呢 纪女士是张国的老婆 纪女士说呢 那我去 我给我老公做证 对不对 他打电话 这个骚货 一直交老公去干他 对不对 然后法院说不行 你来了对法院不利 拒绝证人出庭 所以王成文 周立 纪女士 都不允许呢 去法院出题 出刑啊 就是强行的 习的糊涂的 就判了张国一年半 然后呢 纪女士呢 就在微博上 创建了一个投票 希望网友呢 给评评理 就这事 现在大家都看明白了 这一年多过去 大家都看明白 怎么回事 对吧 每一个人 当然也不是每个人 都活眼睛睛 跟你死农哥一样 对吧 一看 对不对 就是那什么 就是说 他们不说那什么 说上一代 绿茶表 这个鉴定专家 是小S 知道吗 说小S搞康义来了 来一个绿茶表 小S火眼睛 一看 这绿茶表 对不对 说现在 小S现在已经退休了 就不行了 说现在新的 全世界新的 最新的 绿茶表技能专家 你死农哥 一看火眼睛 一看 我好绿茶表 对不对 说也不是每一个人 都像死农哥 那么火眼睛睛的 是不是 嗅觉这么灵敏 对不对 闻出这骚味来 对不对 但是现在你们都 都醒不过来了 对我经常说 就是说你死农哥的视频 你过两年你再看 你就明白了 对不对 两年前我说这事 是很多人不同意 现在来讲 我觉得都服了吧 都几把 跪倒在你死农哥的 石油群下 是不是 然后他在网上 搞一个投票 让网友评理 就是说 说这个 一个就是说 张国有罪 应该判刑 另外一个 张国明显是被周立诬告的 应该判无罪 搞了这么一个投票 你看怎么着 最后一共有 三千零四十人投票 你猜最后多少人认为 张国明显被诬告 应该判无罪 也没有那么多 傻逼还是很多的 中国还有很多 没醒过来的 有两千六百四十六票 一共是三千零四十人 两千六百四十六票 这已经很高了 这将近多少了 这百分之七十五了吧 是不是 多少 我不知道 我看看 嘿 两千六百四十六除以三千零四十 等于多少 二千六百五十六除以三千零四十大约 等于零 不是 等于零点 八七三六 我把声音关掉了 他那太吵吵 声音不好听 对 百分之八十七 将近百分之九十了 百分之八十七 所以百分之八十七的网友都认为 张国明显的是被周历诬告了 而且明显的是周历要害 王城 王城没害成 把张国给害了 所以张国应该被判无罪 王老师这么认为 所以中国如果现在是个 陪审团的制度的话 张国现在拍拍屁股回家了 如果中国有保释制度的话 如果中国的司法 不像现在这么混蛋 这么邪恶的话 如果中国真的还有司法的话 张国一天牢都不需要做 所以张国是中国司法体制 混乱无能的一个牺牲品 而且是中国现在舆论 在干涉司法的一个牺牲品 你知道吗 就上周这唐山多少一帮傻逼 在那说 说那绿衣服就进来了 跟老板娘和另外两个 那结上小伙一块上来好 一把那天举个拉出去 怼在马路上套了 要让他们抓了 说他们四个人一块 什么涉嫌 要蓄域强奸轮奸 老板娘一个五十多岁 五六十岁老太太 在那说我不活了 我没法过了 老太太录了视频了 对不对 说我快疯了 我没法过了 我都快失去生活能力了 你们把我抓了 你们弄死我多了 我去发 对不对 你们真的是 我跟你说 就多亏了 老板娘是个五六十岁的老太太 那要是个五六十岁的大爷 然后你叫有烧火店的老板 你知道吗 五六十岁大爷 弄个大金链子上 然后这边叼个龙 那边闻个缝的 完了 这次说不清楚 我一块一块跟着进去了 得亏是个五六十岁的大娘 他们实在是不好意思 以强奸罪 把那大娘抓进去 大娘说 我靠 我十年前 我更年期都结束了 你们抓我强奸 你们要脸吗 你真的是 中国这这舆论 已经到了 就到了这个地步了 你知道吗 真的是 就没法弄了 现在呢 不过怎么知道吧 张国一方 现在当场表示 不服判决 提议上诉 我现在呼吁 知道吧 真的是中国的司法体制 应该管一管了 我呼吁北京 习近平同志 如果看见到这期视频的话 应该呼吁北京 真的 为什么你看 就是这次 我还说韩国 隐心悦 隐心悦是反女权的 最后在韩国选上总统了 为什么 这个女权现在已经搞得 是乌鞋上去 活把道了 你知道吗 这个女权已经到了一种 去迫害别人的 别人迫害别人 一种工具了 这个张国没有罪 是周强 是周立打电话 叫他去的 他要害王城闻的 你给人判一年办是怎么回事 莫名其妙 这不就是见了鬼了 所以我觉得中国应该 应该反思一下 这样下去的话 这个真的 这女权现在成什么了 就成文革了 那在真的在胡搞 不能这样子 这中国的法体是太让人恶心了 让人作呕 我希望到了上诉的时候 我看看能不能有所转变 我希望中央的高层 为了让我们不再骂共产党 不要再让网友怀疑我是 网友是傻逼吗 哪个网友往这上说 他的思同记是法轮功 你妈是法轮功 不是 法轮功我还是很认同的 我刚管原来法轮功 我有好几个法轮功的朋友 我大家都非常欣赏 尤其现在海外的法轮功 说实话 真的他是有信仰才是法轮功的 而且我感觉普遍素质 个人素质 还有个人质量 都比我们基督徒要好一点 他说很多次了 我是一基督徒 好不好 你们别弄火了 我们有尊重信仰的 好吗 但是看着不像 是不是 但是说这个事 对不对 所以我就希望老共 你看我又开始在那 骂老共了 骂老共了 老共为了不备 死忠哥接着骂 证明自己通过这个案件 好不好 我们看看上诉庭 能不能还张国一个公道 一个清白 然后现在是王成文的老婆 王成文 还有张国的老婆 我不知道张国以后告不告 现在张国 张光现在光弄自己案子 弄得焦烂 没时间去告了 你知道吗 等张国弄 张国故意也得告他 还有同城零售事业的总裁 李永和 这都在告州立 我觉得就这几个人告州立 都应该要告成 亲战民意罪要告成 州立应该在有权威性的 全国性的媒体上 对这几个人进行一个道歉 配道歉 而且应该要有一定的 这种的经济赔偿 因为王成文还丢了工作 李永和也丢了工作 那丢了工作 在他丢了工作 在找到工作之前的这段时间 他的工资收入应该由州立 去赔偿人家的这种 务工的这种损失 那这样子 我觉得按理说 这个民意赔偿应该就 让他上百万的 这个人就不提了 最起码务工损失要赔 我不知道他工资多少 他们他在 王成文在阿里巴巴 这个级别不低 我估计可能一个月 他们不说阿里巴巴 都是60万一年吗 那差不多一个月 就要六万人民币 那如果有半年或者是八个月 没有的话 那几十万你就要赔人家 赔人家工资的 这是他应该做的 这个州立完全全是他 通过诬告别人 给别人造成了这种名誉上的 生活上的这种各种伤害 如果就只是赔个误工费 这都不应该算完 按理说名誉损失费 对于家庭也造成了 非常大的伤害和影响 对不对 这种损失是巨大的 就应该去赔 应该赔人的钱 这个来讲 我看看后边能不能告成 还有王成文现在在 王成文刚才不说了 王成文现在以侵犯名誉 这个提督周立 另外还对几年市政府 几年市公安局 欢迎分局提起行政诉讼 这应该都要判决 人家胜诉才行的 这应该还世界一个公道 我告诉你 中国有几个案件 非常非常地重要 对整个中国造成了 巨大的影响 其实有一个 当年有一个老太太摔倒了 有个小女孩 就服务老太太 服务了之后 最后事实证明 这老太太诬告小女孩 说小女孩撞倒了她 让小女孩赔她医疗费 最后事实证明 小女孩并没有为她撞倒 但最后 法院就说老太太被撞倒了 她是一个弱势群体 你服了她 那么你那是一个强势群体 那么我们最后判决的 不是你撞的 我们也承认不是你撞的 但你相应还要 稍微赔她一点的医疗费 帮助她一下 这个案件是一个划时代的一个案件 是具有一个非常重大的历史意义的 对整个中国的国情民情造成了几十年 造成一个巨大的影响 从那以后 马路上没有人敢服老太太了 谁敢服 你现在马路上谁敢服 谁服了之后谁得赔钱 我上次了 跟我没关系 但是我也不敢服你 对不对 中国为什么现在马路上这么冷漠 你看马路上上海的金山 那男的砍着女的一百多刀 没有人过去敢管 为什么 只要过去一管 自己就要掏腰包 给这女的赔医疗费 不是我砍的 他要砍死她 我拉着她 所以我要赔医疗费 他被别人撞了摔倒了 我救她 我要赔医疗费 你这么搞完之后 谁敢来 整个中国社会 现在不是冷漠 是丧尽天良 这是谁导致的 不是中国这种邪恶的 卑鄙的 无耻的 司法体制导致的吗 你这么搞下去 这个中国就要亡国的 这个社会之冷漠 没有人管 还有上次那个也是 在马路上一个人拿刀捅 捅这捅 那个马路随便捅人 最后是他捅了 他一个同事 另外一个同事 俩人把他制服的 旁边那些开车的 骑摩托的同事过 都在那看 没有人管 整个中国到了什么程度了 对不对 西安 那个开出租车的 捅那个小伙子 那帮人过来不但不管 跑小伙子车里 偷到东西去 对不对 不是你的司法体制搞 改革 这个司法体制 造成了这样子吗 就这样的国家 谁生活在这样的国家 谁舒服啊 谁骄傲啊 谁自豪啊 你这么搞完了之后 这以后还得了 对不对 以后没法偷情了 怎么约炮啊 搞不好就是强奸啊 你对不对 这极大的影响开放率啊 这是中国经济当中 多大大伤害和影响 好吧 我看看共产党怎么办 好吧 这两件事 反正到现在这样 我是极为的恶心和不满 好吧 今天就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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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